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超過大獎 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好 就是要小心有時候有這個顏色 你覺得不好抓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看一下 好 等一下 果然會晃耶 所以一直覺得這個景啊 是台灣唯一的 那這邊步道是大概 了不起50公分最多的 他們要從部落 一路這樣過去啊 對於裡面的這步道 往上投散零線走走 可以走到他們的走路 就是他們的聖山 最近爆紅的秘境屋簷角 也許有些人對這個名字 有點陌生 但它的另一個稱號 中央山脈起點 應該就有不少人聽過了吧 而說到中央山脈 是台灣五大山脈之一 北方起點就是在南方澳 與東澳之間的屋簷角 而南端則是在屏東的鵝卵鼻 由台灣屋籍之稱 想要征服這座護國神山的起點 可不是嘴巴說說就行 明天的征途 當然得靠小剛我 在登山界的美女好友幫忙 我們現在 唉唷我太專業了這個 準備裝備 等一下就有我們 登山界的美女 三條魚帶著我們 還沒醒是不是 我真的還沒醒 我們的三條魚不得了 就是登上了那個聖母宮 對 世界最高峰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專業巷島 然後有誰今天要上去 要攀岩子要拿裝備 但我們這次走海路 對 這次走海路 我們考慮氣餐太多了 對 我們拍攝的關係還有氣餐 這是顏虧 顏虧啊 對 然後還有攀岩的座袋 我們在燒山上的時候 會在教大家要怎麼樣穿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等我們 好 我們盡量快點 這邊大隻所有人都要一起出去 所以大哥們是去釣魚對不對 對 他們是去釣魚 是去到那邊釣魚嗎 還是在... 因為不一定 他們會在... 沿途放遠 各個神奇的角落出現 沒錯 說到咱們三條魚的來頭可不小 牠不但是台灣首位 登上世界第四、第五、第八高峰的女生 更是全台為二 登上世界最高珠穆朗瑪風的女性 雖然說殺雞煙用牛刀 但有牠在相信大家也比較安心 倒是一大早的粉鳥淋漁港 也太熱鬧了吧 跟著早起基調的大哥們 我們踏上征服中央山脈起點的旅程了 對 配合我們一起的... 我們一起帶大家攀登這次 我叫猴子 猴子 牠會幫我們架設安全的繩索 因為畢竟屋簷角上面的繩索 都已經放很久 就是風吹日曬雨淋 真的你不知道牠什麼時候斷 然後第二個是屋簷角本身 牠的岩石這些的岩石就很破碎 其實你在爬的時候就會注意到 牠有些... 你現在看起來很穩固 對 可是你可能抓一下 你看牠會掉下來 那有些石頭 就我們去很多次嘛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有本來這個石頭看起來很穩 不防很多繩子 結果後來整塊石頭不見了 掉下去了 對啊 所以我們基本上每次去 我們都會自己帶繩子 搭乘接駁船隻 在夜射中慢慢航向屋簷角 航程中看著釣魚的大哥們 一個個跳上屬於自己的小小礁石 老實說我們都覺得 在這種地方釣魚 怎麼好像比攀登屋簷角還來得危險 但或許每個人有著不同的追求 看法自然也就不一樣 總之挑戰自我 從來不是為了要證明什麼 衝著那份血液中的冒險精神吧 搶灘搶灘 可以 沒想到人竟然在東澳這邊會搶灘 太有趣了 還是讓牠們兩個先上 獨木桌 對 做獨木桌上去是不是 會死鳥 不然牠們上升還是會上 一定會死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們剛才從大潮 換到現在獨木桌 今天這樣浪算大嗎 開始要變大了 開始要變大 所以等一下會更大就對了 對 10點沒有撤就撤不了 對 因為這裡的海岸地氣湯 適合讓那樣的動力船去靠岸 OK 等一下我們下船的時候 我們從船的右邊下船 從船右邊是不是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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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果然會晃耶 網路辦的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超過大獎 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點 永遠 右邊下 右邊下 你先不要 所以他看來講時間一定要撤 因為現在退潮的情況下 其實水都讓有些人 都可以達到這邊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 這個乾的位置 所以它等一下如果一脹潮 可能我看這邊 大家很容易地圖 太刺激了 沒想到還沒開始攀登 底下的風浪 就先來個震撼教育 海浪大道無法讓街坡船隻靠近 幸好經驗老道的三條魚 早有準備 釣來兩艘獨木舟牆灘 才讓咱們順利上岸 穿上裝備 仔細聆聽三條魚的 操作安全說明後 他與猴子教練 隨即攀上屋簷角 為我們駕駛安全繩 看看這身手 Pro級的就是不一樣 不過他們也再一次強調 若不是有多次攀登的經驗 千萬不要輕易進行 沒有安全確保的攀岩活動 加油 通神 一隻一個嘛 對 一隻一個 我一定要鎖緊 一定要鎖緊 安登 來 起來 沒關係 還好它有凸起來的一塊一塊 還滿好踩的 好 什麼東西 就比較小心 有時候可以 有很多蛙子都可以 好 還好有強力夥伴三條魚和猴子的幫忙 讓大家的心理素質提升不少 雖然一開始攀爬的地勢 就相當陡峭破碎 但倒也還不算太艱難 直到中間遭遇較大的裂縫 挑戰才真正開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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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要跟 左腳要跟 左腳嗎 左腳要跟 他們的繩子盡量不要抓對不對 蛤 他們的繩子盡量不要抓 好 左腳直接往左邊 這邊 對 那是你很像大一下 踩到你的右腳幹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 腳的 腳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果然會晃耶 上來這邊有一小段 反正就比較 不知道踩哪裡 可以往左邊 左手邊嗎 可是左手邊比較沒地方踩 有... 左腳還有魚啊 你的大水上來的 OK 好 真的假的 你確定這個 平常沒在 沒... 沒在... 沒在過運動的上班族 對啦 因為其實這個診所也不是不能抓 對啊 因為我們都有確保 所以你不用怕就說 換掉 好 來...從這邊上來嗎 從這邊是不是 你這腳... 沒地方踩啊 有啊 你踩那個就是 好,你趕他先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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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第一個起始點的峭壁 前段只是讓你熱熱身 後段才是真正挑戰之處 除了得小心翼翼測試 著力點的穩固性之外 海面上波濤洶湧的海浪 和耳邊不斷呼嘯的強風 更不斷提醒自己 要小心再小心 縱使有安全確保 想征服中央山脈的起點 就只能靠自己 一步一步往上爬 不知道 算就是 果然是 如果有人怕的話 心靈藝術房子會大於 體內應酬 可能製作人家 你也可以的 你也可以的 安全的話 比較適合 所以要 不要有一點 對 對 自己來就 我覺得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現在一定沒有經驗的人 不應該自己來 有經驗的人 其實也應該要加慢 對 千萬不要像他 對 對 對 低一點 對 哇 哇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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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到下 稍微 夫公家山脈第一步 整片石塊 石板 真可以滑 有沒有 來這邊都不能亂扶 一心人一摸到就覺得它聞了好像可以 就硬斑 它都會崩落 因為這邊的海風啊 什麼的侵蝕性很高 侵蝕度很高 等我下去再下來 它就是那個石頭 隨著零線而上 虽然陡峭程度 比不上起攀点的悬崖峭壁 但是整段路线都极为狭窄 而且左右两旁就是大海 恐怖的心理压力 比起宽度不到一公尺的 追陆古道断崖 可是一点都不逊色 但能从高处欣赏美丽的海岸线 让人顿时心胸开阔 虽然攀上屋檐角的部分路段 有架绳索 但因为严厉会磨绳 再加上海边气候 对绳子容易造成损害 更不知道绳子确切地架设时间 所以还是要以自己现场架设的安全绳为主 毕竟户外活动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这边是 小心哦 小心这边滑 你不要看这旁边好像很多路有人 我跟你讲这个就下去了 还被草丛遮住看不到 我到时候如果是这砍掉 这个你觉得 你会看到这蓝蓝的中间这边 下去就海 所以这边其实 很像 就是像前面这样子山坡 只是我们现在旁边有草 所以可以比较快 可以 这样一走我比较快 这边是也好好哦 开过 这边算是最终的终点吗 好 我刚刚刚就上了 你刚刚刚就上了 你刚刚就上了 你都那边吗 那边是哪儿的 但那边小心 那边土是松的 对 那边在弄 其實有些攀岩的 就幫忙玩戶外的 也是會不會很好 但這邊就真的真的很 便宜一行手續 一定要是你整個隊伍 就是互相彼此都是有經驗的 你才可以就是互相幫忙確保 這樣就會比較好 對 千萬不要出來 就是憑著如果 腎上腺素你就去 千萬不要這樣 千萬不要這樣 就是出來就是 開開心一行的出門 平民安樂回家 最重要 但很開心還今天就是 就是終於第一次我們 跟著三條魚還有Monkey 來到這個屋簷角 中央山脈起點 中央山脈起點 很酷耶 對 非常酷 對啊 你想看中央山脈 這麼高爽的富國神山 結果我們在它的最起點 然後它其實最起點 我一開始在爬的時候 前面我就覺得 它雖然是最起點 但我覺得它已經氣勢磅礡 對 架勢十足了 就是它的路線啊 都不是覺得 喔 起點好像隨便走 這是起點了 你沒有感覺 你上來你就會有感 中央山脈屋簷角 挑戰成功 雖然屋簷角 只有海拔七十幾公尺的高度 比不上動輒上千公尺的 名山百岳 不過親自走這一招 雙手雙腳 感受過它特殊的地質心態 以及拔地而起 聳立在太平洋上的磅礡氣勢 我不得不說 屋簷角 絕對不復它 中央山脈起點的威名 所以一直覺得這個井啊 是台灣唯一的 你看這邊 不知道是大概 所以 了不起五十公分最多 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衝破大獎 我們最新最好看的世界地點 有些難度很高 比如說要上高山 南湖大山 齊來山 它是化山的 但是一般大眾化的步道 其實就比較多 而且主要就是分布在 中榮公路跟蘇阿公路沿線 今天可以跟我們介紹 我們這一次爬這個綠水步道 它有什麼限制 或是它有什麼特點 它是屬於最容易到達的步道 最容易到達 景觀前的步道 所以也不用申請 只要人到了 就可以去走這個步道 不用申請 而且它這個地方是非常具有歷史價值 還有一些生態特色的一個地方 它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觀 地質或是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 其實這是一條古道 它也是古道 對 這條古道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和歡樂領道早在三百年前 是太魯閣族人翻越中央山脈 地居利物溪沿岸時的舍路 日據時期 從花蓮到台中暢通之後 才改成為和歡樂領道 而濾水步道 追陸古道 都是其中的一段 那如果把這個小葉拔掉之後 它看起來會像一個鵝的腳掌 你說留下這個字幹的時候 對 我現在把它這個 因為它是地上撿到的 所以我們不是從樹上拔的 是 好 像不像鵝的腳掌 鵝的那個手的骨頭的骨架 像鵝的腳掌 所以它叫做 它就叫鵝掌柴 鵝掌柴 對 鵝掌柴 可是它另外有一個別名 那個別名是什麼 它叫江某 又叫江某 江... 江某 某哪個 長江的江某人的某 為什麼 為什麼叫江某 不是江某人發現的 不是江某人 對... 不是江某人發現的 因為江某要用台語來解釋 江某的台語叫江某 江某 江某 那為什麼叫江某 因為這種樹以前被拿來做木雞 那木雞 因為它不分左腳右腳 所以就台語的講法來講就是 不江某某 不分左腳右腳 不江某某 所以 最後就取它的諧音 木雞就叫江某 好 那拿來做木雞的這個樹 也叫江某某 所以 它是跟台灣人生活非常密切的一種字 沒想到一轉眼就可能錯過的小樹枝 竟然與前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而有幸與老師同行 我們也才有機會深入了解古道的歷史文化 感覺很不一樣 算短短的和一個轉彎 會讓你覺得好像很深 接下來你會看到另外一個 好像那個螢幕 要放著另外一個畫面出來 有按畫面 對 對 過了一個彎就麻煩了 會再給你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視野環獸 這個是多久以前找出來 這個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 對 這個 這個洞 洞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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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出來的 這邊是古道嘛 對 那下面是中榮公路 是 那上面是古道 下面是中榮公路 是 然後兩個時代的路正好在這邊 交會 對 現在這一段 算是綠水古道最窄的一段嗎 也差不多 因為這個地方正好是斷海 在日本時代所開的這個古道 它 基本上它是沿著等高線軸 是 然後呢 幾乎沒有接近 但是緩上坡緩下坡 是 但是 看到這個斷海地形的時候 它的古道的寬度 會相對稍微窄一點點 可能差不多維持著一米左右 一公尺左右的寬度這樣 好 那開這條古道是 最早是1915年的3月開通的 1915 對 那當時是屬於日本時代的警備道路 是 那後來到1934年 才把它整修得更好 然後可以從太魯閣這邊出發 關過河歡山 然後到屋舍 那這一條就是所謂的河歡越頂道 是 那這當然是 也是當時河歡越頂道的一部分 這個算是最起點最投的 那從這邊一直往東延伸 是 其實就可以到追路古道了 對 它是跟追路古道相接的 其實相接的 就以前來講是相接的 對 但現在已經是偷不過去的 對 沒有錯 一百年前的古道 六十年前的中橫 都讓我們有機會 用不同的方式 從不同的角度 看見太魯閣的美 不過正如同老師所說 綠水古道 只是簡單級別的大眾化步道 但既然來到這裡 當然得體驗一下 終極魔王囉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段呢 其實已經在燕子口這邊了 算是 中橫的最末段了 因為我們從台中進來嘛 所以它對我們來講 它已經是 道晉花蓮最末段了 中橫公路這一條真的很漂亮 很美 就它的 從 看從西半部的 台中 東式 然後引路 慢慢上升 這個 那一次的上升 然後 開始 直批不透 然後風景也 越來越不一樣 不過 你開始碰到 這個不同部落 或是不同聚落 那其實這一段 包括不只一個住民 大家住人 住民 你可以看到 客家人 或客家人 林南人 以前 在中文公路開幕的時候 就留在當地的 遊民 多一輩 就是 它是一個管在生態 或者是人為上面 都是非常 封鎖多遠的一條 而且它不管是經濟 或是國防 軍師 它在各個層面 它其實都代表很深的意義 所以它會是台灣第一條 登關的路 一路開車來到燕子口 中橫的險峻地勢 更是一覽無遺 不過聽老師說 墜入古道上的斷崖 才是讓人 既期待 又怕受傷害 想挑戰 可是得做好 心理建設才行啊 本來是後 8 原本以為補不到 結果 昨天 突然臨時接到 我們進來補上了 我們就可以來走這個 墜入古道 然後這個 收費頂 進來這邊一定要先 查核資料 還有一個入園許可證 因為它是保護區 然後它每天 平日限額96個人而已 欸我不會這邊都要簽喔 三點前要出來是不是 好的 有1公里的上坡 算斗上嗎 它其實它都已經 建構很完整 都是步道 東亞第一大斷崖 對蘆斷崖 這是我們的目標 有1公里的上坡 對蘆斷崖 對蘆斷崖 行經斷崖 是注意事項啊 很重要的啊 但是就最後那一段 500公尺 不要持有收縮機 不要低頭 低頭足 因為它的路 步道很窄 不要稀稀跑到 也不要亂快跑 在這邊很滑 一個水池 一個不好的 就下去 它是用伸縮拉著 靠牆邊拉著 有沒有 它這邊是靠前山壁 然後這邊下去 就是斷壁 斷崖的位置 一進入管制口 抬頭向上望 就可以欣賞到 即將開放的山越吊橋 橫跨山谷 接下來就是長達 1公里上升的陡坡 雖然步道狀況不差 但是對體力上的負擔 是一大考驗啊 道裡 八達崗 舊的八達崗遺址 有沒有看到 以前這邊是一個 舊的聚落 早期他們 日本人的警衛隊 或者是 工人啊 官員啊 經過這邊 就會在這邊住宿 所以以前這邊有俱樂部 有住宿的 然後甚至有學校 有警衛隊什麼的 全部都在這邊 說到追路古道 可是近來太魯閣國家公園 最熱門的步道路線 除了可以親近大自然 了解古道的歷史文化之外 相信很多人 都是為了這最後的500公尺而來 也就是告示牌上所稱的 東亞第一斷崖 追路斷崖 好 哇 漂亮 你看到那個 地上其實都碎石路了 所以快差不多一米左右而已 喔 下面可以看到車子耶 你想去那個 你跟那個 穿喔 朱老師看看 看他的是什麼 你看這個 我們其實算很幸運 你看我們 短時間就找到三隻 然後其中還有一隻 立刻就值得被記錄下來 因為他身上長了那個 好像被寄生了 蟲 兩邊都有 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衝破大獎 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你看到那個 地上其實都碎石路了 所以快差不多一米左右而已 喔 下面可以看到車子耶 中文公路 好 你看像這邊 路道是大概 了不起五十公分最多 看他往上 只要說這是 石頭容易崩落的區域 但現在這種狹狹狹狹 狹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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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是有 放一些狹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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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 就可以到了 正式進入 追陸斷崖 這邊進去 整個都全部追陸斷崖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非常的壯闊 約六百公尺的追陸斷崖 高度就像站在台北101頂端 但腳下卻只有不到一公尺的寬度 可以站立 而據說原始的追陸骨道更扯 只有三十公分寬 是後來日本人 強針原住民壯丁 從斷崖頂端綁繩索垂旋而下 在鑿洞埋設炸藥拓寬 才有今日的追陸骨道 哈囉 哈囉 加油 加油 到了 對 到了 謝謝 前面 前面就到了 可是目前開放的最頂端 這路住在左 因為你已經 路基中斷了 你也沒有辦法 再走 安全期間 我們就是 現在只開放到這邊 你看到前面路已經都崩掉了 都沒了 但在這邊很舒服 就是你來到這邊最後 休息一下 喝個水 吃點東西 然後再原路折返 耶 這路骨道 你已經看到了我們今天的要去的這個目標了喔 特副野古道 是 然後在我旁邊這位是蕭大哥 前面這一段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當時候 以森林鐵路運木頭 運紅塊啦 扁駁啦 為主 是 之後再下一波就是 可以接到哪裡 接到我們這邊有周竹 喔 到周竹的部落 這邊有達邦特戶爺 這邊是特戶爺古道 是 當時候日本人還沒到台灣的時候 對 周竹他們的聖山是什麼 就是那種三角形那個玉山 最接那一張 對 是他們的聖山 他們要從部落 一路這樣過去 對 沿著這古道往上 往零線走走 可以走到他們的聖山 還有另外這邊 也是他們的獵場 打獵的區塊 這邊有兩個端 這邊是至中端 一個特戶爺端 端兩端喔 對 總共有6.32公里 基本上前面3.7公里 是 就是之前的聖林鐵路 就像這樣子嗎 對 就像這樣子 沒有太大的上下跡 沒有沒有 對 前面的3.7K都很老走 散步 後面呢 後面都一直往下切了 對 就這樣子 對 對 是比較 對 比較陡上 比較陡 OK 陡下 陡上這樣 另外這裡 因為我們這邊排拔 所以我們說盛行不用帶 什麼東西 盛行雲霧帶 就是很容易起霧燈 盛行雲霧帶 盛行雲霧帶 OK 雲霧帶 雲霧帶這裡的動植物 非常豐富 是 所以說等一下我們路區 最特殊的有種阿里山山蕉魚 山蕉魚 對 我們 不知道喔 對 我們全 這是特種耶 國寶 對 國寶級 我們台灣五種 五種 對 我們這邊 我這邊很獨特的有一種 叫阿里山山蕉魚 日據時期 日本人為了伐運阿里山地區 蘊藏豐富的紅塊 扁駁 便沿著特富野古道建造鐵路 也因此 古道上仍遺留著舊鐵軌 站道與檜木舊橋 經嘉義領館處 將古道整建成階梯式步道後 搭配立石和枕木鋪面 並保留部分舊鐵道 鋪面枕木及站橋 成為特富野古道最大的特色 其實才剛一轉進來 滿明顯感受到那個 第一個溫度的變化 對 溫度的變化 對 溫度馬上就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看右手邊這一邊 對 這是柳山 柳山喔 其實當時後呢 對 這是柳山 這是日本的 日本人種的 你們看好像筆子 是 日本人當什麼 當電線桿 當電線桿 對 當電線桿 種來當電線桿啊 對 它那個時候 基本上台灣本來沒有柳山 是 日本人看完紅塊扁駁 對 這邊那時候整個 非常的多 對 看完之後它所種植柳山 我是知道 以前這些 阿里山的 這些 柳木啦 阿里山的這些木頭 大概回去都做神社 神社鳥居啦 對 對 日本的鳥居 像明治神宮啊 對 那些基本上 很多都台灣運過去的 對 對 台灣有三個大的林場 是 阿里山 太平山 大雪山 阿里山是最大的 開花最早的 是 你看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之前 鐵路已經移掉了 這是一些歷史的遺跡 是 然後剩下這邊就是 枕木還不拆就讓它留著 對 那枕木感是會修復的是不是 這是後來再修復的 再修復的 對 就是保留它這個線路的樣子而已 對 保留它這個線路的樣子而已 對 保留它這個線路的樣子而已 看看 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南光有透徹性的那個感覺 對啊 對 才一走進特富野古道 彷彿跟外面的馬路 是兩個不同世界 看著陽光 從柳山的縫隙中 灑落在鐵道上 依稀讓人感受到 當時阿里山伐木葉的盛況 小哥 特別跟你介紹的這個 絕略植物 OK 好 你注意看 那麼多絕略植物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絕略植物 上面有長這個一顆一顆 像小香蕉一樣 喔 這是它長的啊 對 我以為是蝸牛耶 對對對 我們所說的不定牙 不定牙 對 它這個叫蜥 蜥子蕨 蜥什麼蜥 蜥子蕨 蜥子蕨 對 它在這個環境當中 空氣好了 它才會 跟其他絕略 這個也是嗎 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 對 長得不太一樣 它還有特殊 它的不定牙 蠻特殊的 空氣不好它就不長了 你是說整個不長 還是牙都不長 整個植株就不長了 所以空氣好 這邊空氣很好 它才會長 對 這個 霧林帶的那個 因子指標之一 就是那個空氣不好 它就不長了 所以它生長的緯度差不多 就在霧林帶這個區域 對 就在霧林帶這個區塊 快木林底下的霧林帶 聽蕭大哥說 西子蕨除了是空氣品質的指標性物種 它的不定牙也可以食用 不但是許多野生動物的美食 也有紀錄記載 原住民會食用西子蕨的不定牙 據說烤熟後的味道 就像帶有草味的花生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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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哥有嗎 有看到 哦 嗯 這個真的是你不知道 你就走過去了 對啊 不知道就走過去了 對 你真的看 就無緣看到這個國寶魚了 那個大哥在哪裡 你看 比較黑就比較潮濕 對 好黑喔 看得出來嗎 這一條 這個藻都是 你都是藻翻石頭對不對 旁邊的大石頭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先去看 整個氣地的環境 是 譬如說以這個氣地它的濕度 對 會比較偏高 是 所以機率上就會比較OK一點 你說旁邊周圍 突然看起來濕度就比較高 對不對 對… 它大概就是在 中部以南 一直到北大五 都有 對 算是台灣五種山椒魚 那個分布範圍最廣的一種 然後它是最南線 全世界山椒魚分布的最南線 最南線 最南線就在台灣這邊了 所以最南端就是在北大五這邊 對… 很漂亮 它現在可能因為翻開 它有點嚇到說 基本上你就是 它如果不動 就是代表我們沒有干擾它 對 如果它有在串動 就是代表它覺得外界有… 有危險 有危險 所以它就穩 目前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它沒有逃離的一個行為 OK 那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做 很好的一個靜態觀賞 是… 對… 你們運氣算不錯了 不用等太久 瓜哥 不像你說要去… 要去跟人家頂到那裡 我怎麼… 所以我們運氣什麼 大哥厲害 這一段… 這一段已經去年一整年 都沒有… 都能看到 對 聽大哥說 台灣特有種的阿里山山蕉魚 又名阿里山小泥 屬於二級保育類動物 分布在海拔2000到23公尺以上的高山 體型最長只有10公分 顏色為黑褐色或褐色 前腳有四指 後腳有五指 是辨識它的最主要特徵 也是目前台灣五種山蕉魚中 最容易被發現的種類 對 找到了 記得最後一隻嗎 很好運耶 我們 如果算剛才沒有看到 這算第三隻的 味道有點強耶 很強喔 你們運氣很好 讚 請說比較大隻是不是 沒有啦 一樣是大隻 一樣是大隻的 那個都算大隻了 對…那算大隻的 那如果說一年生的時候 像一塊錢這樣子而已 一年生這樣子這麼小 這條步道的環境破壞很嚴重 是 因為很多人把那個大牌椅都… 對… 所以對這個環境… 是…環境… 這個真的要注意了 好 我們先看裡面的… 我們的國寶交代 可以了嗎 可以… 有看到喔 有 好大隻喔 比剛才那個還清楚 對 對… 然後你可以看牠的那個… 那個角有沒有 有… 有… 前四後五 對 前四後五 你可以拍牠的特寫 就是牠的前四後五 那你就可以拍牠的那個… 那個尖溝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種… 這個山椒魚這樣… 現在這樣看喔 把它放大 很像娃娃魚 他… 不是 同一個 你要跟一般的大眾介紹 對 你就跟牠講壁虎 因為壁虎大家都常看到 對… 牠的形狀跟壁虎的相似度很高 只是皮膚把它放過去而已 是… 身為技術士的魏大哥 平時對於古道 乃至阿里山地區的物種 都要詳加記錄 並與大學教授合作 進行研究與保護 也因此 我們才有機會 親眼目睹教課的真面目 平時大家 千萬別隨意打擾牠們 以免受罰喔 除非牠自我… 自我的抵抗能力 有辦法跟大家對抗 對抗 就自然而然之類 對 應該是一個獻蟲 一個獻蟲 一個獻蟲的自然掩替 像…像一些… 像…不管一些… 地質啊 還是人物鹹啊 還是一些野生動物 在野外 一樣的 牠跟人類一樣 牠會…身體上 會長一些… 現蟲出來 是… 對 所以牠這都自然… 自然發生 我們…都自然掩替 對 不要太多人類的干擾 是… 自然的法則 像…比如說地質 就是… 藍兔鹹 對 很喜歡吃山蕉魚 還有另外一種… 蟹鱗蛇 阿里山龜柯花 牠的天敵… 相對的… 就是有地質啊 藍兔鹹啊 蛇類啊 阿里山龜柯花啊 之前… 我們那個呂光雅 呂老師 他曾經… 他們那時候是準備帶… 一個蟹鱗蛇 對 下山… 蟹石原室 在半路上呢 看牠吐什麼出來 就吐三隻… 三角魚出來 因為牠吃了三隻 對… 對 那這隻還會活嗎 看牠的造化 對啦 看牠自己的… 身體的抵抗力 對… 自然臉屁啦 你生氣的 你跟蟹鱗 傳給朱老師 看看牠的是什麼 因為你這個會叮噹啊 紅樓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衝破大獎 我們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點 像大哥他們啊 本身他們也要… 出了負責這邊的生態啊 然後一些導覽 像他們這種觀察都有跟很多… 學校的教授老師 以及做一些生態紀錄 我們其實算很幸運 你看我們短時間就找到三隻 然後其中還有一隻 立刻就值得被紀錄下來 因為牠… 身上長了那個… 好像被寄生了 從… 兩邊都有 一開始還想說 那一條沒… 上一條沒有看到 這個有 牠以為是什麼長東西 結果後來真的被寄生 所以現在要… 紀錄下來 沒想到第一次跟魏大哥出任務 就遇上特殊狀況需要紀錄 更讓我們了解 生態保護的背後 有這麼多無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才讓我們有機會看到 如此珍貴又稀有的教課 我們現在又看到台灣的另外一個國寶 對…是國寶 就是… 後面這兩顆 這兩顆 最近的是我們左手邊這一顆嗎 對…這一顆 然後再來就是… 那一顆大的 是… 然後這個是… 大哥說這個是台灣檜木 紅檜 這是紅檜 基本上我們剛才沿途過來 剛才做電線桿的 那是柳山 對… 這個是檜木 檜木這個物種呢 在全球 是… 檜木數的 就台灣、日本、美國 其中就有六種 這三個地方有六種 我們台灣就有兩種 這是紅檜跟扁駁 這個是紅檜 台灣才有 就台灣特有的物種 它是只有在阿里山 還是其實整個台灣高山 對…其實整個台灣高山 我們台灣有兩種 對… 一個扁駁、一個紅檜 對… 以台灣電文來講 以宜蘭 對… 北部都是扁駁為主 阿里山這個區塊 剛剛算是中部 是1比1 然後再南就是紅檜為主 對… 再南就是紅檜為主 反正貴的 這個反正貴的 對… 我們剛才講的 它喜歡在這個 雲霧帶平 是… 對… 其實… 我們這一條鐵路 當時的日本 其實等一下我們陸續可以看到 很大的老樹頭 包含阿里山山區 明年線有看到老樹頭 以前砍掉的 以前砍掉的 是 它當時日本人就是要取得這個 紅塊跟扁駁 是 才建構阿里山森林給的一條 這一條 我知道因為… 很幸運 有機會在兩位大哥的同行下 親自走一趟特復野古道 才真正了解他 天神的足跡 這個稱號 所代表的意義 除了見證原住民的神話傳說 與日之時期的伐木歷史外 現在就像是天神在保護著這片土地上的萬物 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親身體會這裡獨特的美 當然身為訪客的我們 也千萬記得一定要好好保護這裡喔 我們要保護這裡 我保護這裡 可以保護這裡 加入牠牠生理 會把牠們的筒子 雙方向盤 在海中 這部會的標準 用保護這裡 要保護這裡 可以保護這裡 有些人 可以保護這裡 就用盡情 坐牠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